前首相慕尤丁向法庭申请永久取回护照 以便与家人前往英国伦敦度假 以及到新加坡提见 但是控方反对这项申请 部检察司诺阿斯玛今天告诉法庭 检控团队在10月17号收到慕尤丁的申请通知书 需要两周时间回复 成省法官阿卓拉最终决定 斩言原定今天的零审至11月23号 慕尤丁上星期向法庭申请永久取回护照 并在宣誓书中表示 他的家庭传统是每年都会全家一起度假一个月 今年3月 慕尤丁在建委案中共面对四项滥权罪和三项洗钱罪 涉及金额达两亿三千两百五十万令吉 吉隆坡高庭在8月批准慕尤丁撤销其中的四项滥权罪申请 控方目前正在上诉 至于另外三项洗钱控罪 慕尤丁则在10月入禀申请 争取释放但不等同无罪的判决 慕尤丁目前保释候审 而保释条件之一就是交出护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